接下來我們看一個不需要計算的問題 就是不做工 就是不做工 不做工 什麼情況之下不做工 W等於F乘S F乘S之間要互相平行 所以什麼情況下沒有做工 1沒有施力 沒有施力 2沒有位移 3 D跟位移是互相垂直的 不平行 沒有任何平行 他就會不做工 他就會不做工 所以沒有施力 合力是0的時候沒有做工 沒有受施力 合力等於0的時候 這是沒有做工的 或者是 沒有位移 沒有位移 沒有做工的 或者是 利跟位移互相垂直 沒有任何平行 沒有任何平行 然後考試就會舉一些狀況 但我們就看到一些情況 問你說他有做工還是 沒有做工 這個不用計算 就看到 要做工就是必須有施力 必須有位移 而且利跟位移要有平行的地方 要有平行的分量在 那如果沒有施力 那如果沒有施力 或者是沒有位移 或者是利跟位移互相垂直 沒有水平 沒有平行的分量 那就是沒有做工 沒有做工 這樣子 手提重物 沒做工 站在公車站牌 傻傻的站著 騎著有很重的東西 沒有做工 為什麼沒有做工 這個龍蝦 人同時受到手的拉力向上 重力向下 所以受兩個力 兩個力都不做工 為什麼 因為沒動 位移是0 位移是0 所以沒有動 所以 沒做工 所以 手的拉力跟重力的做工都是0 好 現在不要傻傻的站著 走來走去 走過來走過去 好一樣 受兩個力 重力向上 重力向 向 有沒有位移 有啊 往前走有位移 可是位移向哪裡 水平的 力量向哪裡 向上或向 向下 表示他們怎麼樣 互相 垂直 所以有沒有做工 沒有做工 因為力跟位移互相 垂直 沒有做工 沒有做工 所以也是0 這樣也是沒有做工 OK 所以手提重物水平移動這樣也沒有做工 所以這兩個力子都沒有做工 所以你可以知道有個情況 我們教過的有一個力量 一定 沒做工 他一定會跟那個位移是垂直的 他什麼力 什麼力 他一定不做工 11號 11號 他一定會跟順時運動方向互相 垂直 有一個跟順時的位移就會垂直 所以他一定會做工 所以向心力一定不做工 OK 這就是第一 這個 考試會考的事情 問你有沒有做工 誰做工 誰不做工 沒施力沒做工 沒位移沒做工 利跟位移互相垂直 沒做工 這個了解 應該就沒有問題了 OK 誰不做工 有蠻想垂直 運作工